我就说其实在每个类别上方 这边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直接把它输出 不过这个缺点就是 虽然它都写得很清楚 但是都是原文的 都其实非常 那我刚刚有再当斗一下 我把那个 就是我刚刚放云端上面 这个有没有 其实它已经全部都是中文化了 全部通通一清 而且这个档案呢 基本上就是离线版的 就是离线版的这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当然你要观看的话 你也是类似的 它里面其实所有的index 这边都有 你可以再去做查询 或者是你可以 从头慢慢去找 从头找的话 你可以在overview里面 看到所有的套件 其实它就是一个API 一个 所有的套件 通通在这里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里面包含哪一些 那我们要找 怎么样找 比如说我要找Java的lag套件 你就可以从Java.lag 对不对 都会有一个一个 然后前面还有用过什么Java.utl utl你就往下找 utl有没有在这里 对不对 那你要找到 比如说刚刚找Mass 对不对 你就找Java.lag Lag里面的话会有什么呢 有那个class summary 里面一定会有一个Mass Mass点下去就找到 有没有 那Mass里面的Mass 这边都有 只是说里面 它都是英文的说明 那如果说你今天呢 希望看起来熟悉一点的中文的话 我刚刚有事 我会把它重传 我发现好像 是不是我本来那个档案是回水的 所以我把它再重传一次 那你们等一下可以再重新download 那这个是一个 叫什么大字落语 这边有个网址 那这个也 这个网站里面 也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Java相关的教学资源 那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们要找到Java.lag 然后里面的这个Mass 也是点击 这边也是一样 你会发现 它全部都帮我们翻译了 虽然翻译的 其实也是差强 你不过 基本上我看了一下 还OK 至少看起来 一定会比你学习 用英文来学习会快太多了 因为你要一咻 看过去就看得懂 那英文的话 你看很久 还没办法体会 里面到底在写什么 OK 那所以 而且里面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绝对值 马上看得懂 然后最接近 最 返回的最小的 这应该都看得懂 所以里面所有的方法 名称这边都有说明 那你要再进一步 跳进去看的话 run的点进去 里面也有 这边都有相关的说明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上一页 下一页 自己下去看 OK 那因为我又一直强调就是说 其实Java你要学的是 第一堂课 其实同学一直在讲说 这么多我怎么学 基本上你并不是要把它全部学会 而是你要学会怎么样 学会如何去找答案 其实找答案的方法 另外常用的你一定要会熟悉 像Math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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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用到 所以里面的方法你要熟悉 可是你不可能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需求 假如这样子 比如说我的需求 是希望做出一个像这样子 比如说我不给各位答案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并且请各位帮我 第一个 建筑 当地时间 当地时间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的今天的时间 那你秀出来的话呢 我希望你给我四种格式 包含最简简的 一直到最详细的 那里面的话 你需要用到两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就是DAT Date 因为第一个人要取得什么 取得现在的时间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你要想说Date老师 Date在哪里呢 接着让我稍微跟各位提示一下 Date应该是在那个Java点什么Utile 它是日期时间测试 所以这个我想你要熟悉的话 并不是全部知道 但是你至少你要知道 以后讲到哪一个 Utile里面有包含哪一些 你要告诉我 Utile老师我知道 这里面有这些 包含什么collection框架等等的 包含像日期和时间的一些设施 国际计划等等的这些东西 你至少要知道 这个Utile套件里面包含哪些类别 它可以做什么用途吧 那里面的话会有什么呢 会有一个叫做Date的一个类别 所以你里面的话往下找 你可以找到一个 就是一个Date的一个Date的一个类别 那Date的类别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取得这一个取得时间 Date各位应该可以 在这里 就是类别摘要里面 就是class summary里面的话 会有个什么Date 那透过这个Date 我们可以取得现在电脑的时间 那如何取得 各位稍微查一下或者踹一下 然后呢第二个则就是说呢 我取得时间之后呢 我还要第二个需求 第二句就是什么呢 就是请你帮我什么 格式化 格式化的方法呢 我们会需要怎么样呢 会需要有四种方 四种格式化 最精简的一直到最复杂 那你只要想到格式化 你要想到格式化 就什么呢 format 那前面我们有用过嘛 他前面好像有用过一个 Dicimal Format 还有印象吗 Dicimal Format 它在哪里呢 基本上也是一样 我们回到首页 其实以后你只要想到 那个格式化的话 就要想到哪个套件呢 TEST 有没有 TEST 有没有 TEST 里面的话呢 有个叫什么呢 Dicimal Format在这里 有没有 这用过嘛 对不对 所以你点击进去 就可以知道怎么用了 那如果要针对什么呢 日期方面的格式化 那应该用哪一个呢 Dicimal Format 所以基本上以后你要解决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丢一个问题 今天帮我做格式 日期格式化 第一个问题 如何取得时间 答案就在这里嘛 对不对 第二个如何格式化日期 答案也在这里 所以你们可以试一下 最后的话呢 假设我今天要各位做出来 上面就是当地 这个我想OK啦 这前面只是printlite一个格式 然后呢 你取得时间之后 可以输出第一个 第二个帮我格式化 所以答案都在这里 那请各位也稍微了解一下 怎么去使用 那当然如果你英文OK的同学 你就不需要去下载这个东西 如果你英文不OK的同学 那请各位就是直接去download 我云端一点上面 有一个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 就是一个CH 我后来压缩成VIP的档案 各位找一下 应该可以找得到 OK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未来 无论是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韩式 应该叫类别 套件库的话 他也是follow这个架构 所以Enjoy它本身 也有一个这个说明的程式 说明的文件 也是类似像这样 只是说好像Enjoy部分 目前我还没看到 有人把它中文化 但是Java部分是有的